好 繼續我們還是要來關心重點新聞了 就是馬前總統 欸 你們怎麼又幫他換照片呢 這張比較不好看 下次還是換原本那個比較帥的那張好嗎 他要去這個訪問大陸了 這次要記組 當然帶了一些年輕的學生 希望能跟對岸的大學生來交流 美國的媒體CNN說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這個一個執行 欸 看來美國的媒體 對於這次的這個出訪 應該是有不錯的評價 CNN說馬英九有一個歷史性執行 表面看似是一次私人的這個出訪 但是卻是充滿歷史性的象徵意義 這是CNN的這個評論 還有再來看Rooters 這個是路透 路透社報導說 馬英九這趟的這個旅程 是有一個里程碑的意義 大家都認為 這個畢竟中華民國這麼多年 70幾年來 第一個線的元首要去大陸了 一定有一個具有一個里程碑的意義 另外這個是美國之聲 美國之聲說 美國馬英九此行 雖然只是去記組 沒有安排跟對岸的領導人 習近平會面 但是呢 這個時機是很敏感的 那所以他會見到誰呢 其實大家目前也還只是在一個猜測的階段了 那大陸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說 他們也發布了新聞稿 說大陸方面是非常歡迎 馬英九先生來記組參訪 也帶領一些台灣的學生 來交流 那資深的國民黨大陸專家 我猜到是誰了 但是不告訴你 他說 國台辦的新聞稿裡面 大陸方面歡迎馬英九代表的就是習近平啦 這個大陸方面 也就是這趟行程 其實當然是習近平要親自的同意 親自的邀請 馬英九才可能成行的 這個後面 絕對不是只是單純跟國台辦在交涉而已 那就是看看啦 我們的亮哥就說了 亮哥就說這個兩岸政治 馬英九他是不會碰的 可是如果是歷史文化 當然就會跟他有關係 但是如果一旦提到這個 那就會刺到民進黨的神經了 所以剛才我們也聽到說 他會見哪些層級的官員呢 目前都說克隨主變啦 這個他的這個辦公室的執行長 蕭旭成說 當地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要見面的話 克隨主變看怎麼安排 但是有人就猜囉 說北京會不會有一些官員南下 來跟馬英九見面呢 像是基於禮節 宋濤應該是會來的 但是問題是馬英九見到宋濤要講什麼話 你們不用替他擔心 他絕對會講很多冷笑話 讓宋濤很尷尬 也不是啦不是啦 兩個人絕對還是有一些事情要溝通 不要聽我胡扯 所以我覺得宋濤應該是 絕對是一個一個坎啦 就應該會碰啦 那再來就是前國安會民主長蘇琪 這個以前也是馬英九的這個保安幕僚 他就說馬英九這次訪問大陸和情 而且這個和情禮法 情禮法都是和的 希望能夠向大陸再提起九二共識 也代表台灣希望和平的人 來對對岸釋出善意 就是其實我們並沒有要打仗 他去代表這個台灣一些不想打仗的人 包括我 說我們其實真的沒有想要挑釁 沒有想要打仗 馬英九可能他會表達一下這樣子的一個意思 那當然後續要觀察什麼呢 觀察的是是不是會形成接下來20大2024大選的一個選戰衝擊呢 當然還要觀察就像我講的嘛 現在你沒有辦法評斷他有沒有衝擊 因為他到了大陸之後 他的行程 他的這個致詞的說 說了些什麼的內容 還有見了些什麼人 談了些什麼話 這個才是後續觀察的重點 才是會不會影響選戰的關鍵 那當然啦 他會不會走出一條所謂的馬英九路線 讓這個總統候選人來延續 或者是開創一個新局 畢竟其實馬英九先生也已經低調了一陣子了 所以會不會有一個 他所謂的馬英九路線出現呢 這個後續也有待觀察啦 但是總之現在國民黨內都覺得 馬英九能夠去大陸 這有一個歷史性的 連CNN都說啊 這是一個歷史性 像是路透的里程碑的一個意義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 台北市長蔣萬安 還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對於這個馬前總統 要去訪問大陸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瞭解馬總統出訪 他是以青年交流 還有記組為主 那只要在合乎情理法的情況下 我想我們都用平常心來看待 那兩岸之間只要能夠透過交流 增進理解 化解歧異 我們都很樂見 那大家也看到兩岸之間最近不管是航電的增加 還有包括小三通的中轉等等 這些都是正向的交流 我們都正面的來看待 前陣子主席也有去拜訪馬總統提及 現在目前缺乏國際跟兩岸的論述 這次馬總統前往兩岸做交流 是不是要協助這個兩岸論述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祝福馬總統這一次的記組 以及青年交流的活動能夠順利 也希望我們對於兩岸的和平有正面的幫助 那國民黨的立場都非常的清楚 一定是捍衛中華民國 一定是堅守民主自由 更希望能夠維護兩岸的和平 區域的安全 這是我們國民黨一貫的立場 在維護兩岸和平上面 我們不但遵循我們中華民國憲法跟相關的法律 所以我們更是有過去多年來努力的成果 我想我們每一位從政同志 從主席到各地方首長 各立法院黨團 都是追尋這樣的一個原則 來進行兩岸的交流 然後我們的兩岸的論述也是全黨一致的 我想這是我們很重要的基礎 將來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或者是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也都會秉持這樣的一個原則 讓兩岸能夠更和平 讓我們整個民眾能夠過安定的好日子 我想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好 不止這個藍營的政治領袖 對於馬英九的出訪 已經發表談話了 還有就是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也說話了 他說馬英九不只是馬先生 他是現任的元首 希望對於主權對等這件事情 他應該要維護國家的利益 我們要聽一下陳建仁的說法 我想馬總統也應該聽見了 台灣人民的聲音 我們希望他此行能夠維護 我們國家的尊嚴和主權 而且馬總統不只是馬先生 更是卸任嚴守 他的行為舉止 東見觀瞻 我們希望他此行能夠向對岸 還有全球來展現 整個對於台灣主權的對等尊重 更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夠把台灣的自由民主的這個價值 以及對於促進全球的這個和平這件事情 能夠讓這個在此行當中 能夠維護我們國家的利益 以及國民的感情 這樣子才不會讓我們台灣人民失望 至於馬前總統在大陸的行程上的維安 相關的單位都有做過協調 我們一定會提供最好的這樣的安全周圓的保護 讓馬總統此行都能夠平安 請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氧氧菊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